继续要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了 柯文哲 昨天是蔡一山现身 而今天柯文哲的太太 柯文哲的太太也同样 在这个昨天的募款餐会上 也把全家都给搬出来了 而太太陈佩奇还忽然现身 让柯文哲觉得说好感动 虽然目前陈佩奇还没有规划 要扫街的活动 不过陈佩奇说了 只要身份允许 他绝对会未复出征 第一次在台上高唱 柯文哲唱的深情 或许是因为一个小时前 弹出陈佩奇才甜蜜相挺 对手连顺文老婆和妈妈 才双双出击 柯文哲募款餐会也来比拼 父母妹妹全都请来 妻子陈佩奇也没缺席 法律的许可的话 我之内 如果他们有规划的话 我一定会出去帮我先生 做任何的事情 我真的搞不好这几个月来 真的第一次跟我先生 同桌共吃晚餐这样子 要老公回家吃晚餐多难 陈佩奇干脆自己现身 比较简单 对手连正营 老婆老妈接连亮相 虽然柯文哲说 让陈佩奇扫街 目前没安排 但关键时刻 还是得亮亮这张 夫人牌 其实我叫他坐 他都会坐 我没有很感动 那我看到夫人牌 好了好了 再提 害羞的要pass过去 柯文哲没把感谢说出来 但早就异于言表 选择当手进入二次头 政策攻防之外 连柯说双寄出温情攻势 企图打动选民的心 记住林农民黄元元 最后报道